中式的食物需要多些人做 傳統的食物需要多些人做 我們是要將傳統的食物再做得好些 讓它可以走得更遠 有沒有想過中式餃子 可以與意大利雲吞扯上關係呢? 上環半山有一間新開的餃子店 店舖主打新派厚味的餃子 老闆是做西餐出身的 所以無論食物還是理念都必須一架 我們店舖主要是做手工餃子 抄手淚、皮薄的餃子 煎的、煎餃類 還有手工自己打的麵 全部都是半面 店舖叫做家傳餃子的原因 因為我家人、我爸爸、我爸爸的爸爸 他們都是做中菜 他們是第一個教我認識食物很重要的人物 我自己有做過西餐 我有讀過西餐 但我希望做一些傳統的事 然後將我家人帶給我的 對於食物的理解 然後通過我和餃子可以傳承下去 因為這個原因 令老闆堅持每件事都要自家製 每天早上我們會先打皮 高筋的麵粉 加水去搓麵糰 然後我們用舌頭 滷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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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將中式的餃子餡 和西式的做法結合在一起 如果芫荽餃 就用芫荽不整的皮來做 我們希望這件事完整些 不是喀一本皮包完所有的餡 它這麼有原則 賣的餃子又怎會是一般貨式 例如最受歡迎的麻辣雞軟骨 雞肉抄手 賣相就完全不同 外面的紅油抄手了 麻辣雞軟骨餃子的餡 主要是雞肉 雞腿肉為主 之後雞軟骨我們會把它切到很碎 我們自己做一個辣醬 混合這幾樣東西 雞軟骨小粒 脆脆的口感 但不會太多 老闆還說餃子已經很夠味 加上特製的醬汁 可以令到外皮更加香口 味道辣中大甜 口感爽脆 所有的熔岩餃 熔岩都是一個系列 好像粟米忌廉湯 或者松露忌廉湯 是用材料用忌廉去煮 煮到很濃稠 再攪拌它 再包進餃子裡 之後做煎餃 所以裡面會流心 而粟米熔岩餃也很有創意 忌廉濃郁香甜 但一點都不漏 很有驚喜 因為外國人很喜歡吃芫荽餃 還有麵 對我來說 都是意粉的一種感覺 我也有跟他們說 其實我可以叫這個做意粉 我可以開一間意大利生廳 我可以把這個半面 當作意粉賣 其實中式的東西 需要多些人來做 傳統的東西 需要多些人來做 我們是要把傳統的東西 再做得好一點 讓它可以走得再遠一點 最初就是由網店做起 在IG買 當我們交收越來越困難的時候 我就找了一間實體的店 但是我自己這麼久以來 想做的都是一間餐廳 我喜歡跟別人聊天 分享我自己對食物的理解 所以就搬了過來這邊 辛苦的辛苦 不要不辛苦 我只是一個星期放一天假 我樣子已經慘到這樣 不過忍食的小時候 也是很辛苦的 很困難 很長時間 沒辦法 因為我選了這個 我想做 體力上的辛苦 很長時間的辛苦 努力